元气骑士五种冷知识 只有老玩家才能全部答对 第一题 基础题 我们都知道 骑士三技能混沌打击的效果是 短时间内 武器命中 敌人会附带随机效果 有粉丝提出问题 在网瘾少女持续攻击时 使用骑士三技能 那技能还能触发吗 A能触发 B不能触发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在网瘾少女持续攻击时 使用骑士三技能 技能不能触发 第二题 巩固题 有粉丝说 激光的攻击距离是无限的 那我们开始测试 我们都知道 咖喱棒蓄力后 能释放一道黄色光波 无视一切掩体 还能砍掉子弹 弹射轨道炮 能够发射蓝色能量球 随着武器蓄力 该能量球会越来越大 梦幻能发射粉红色激光 官方把它定义为地图炮 原因是 它的攻击范围很大 那我们在地窖的入口 和镜头放置一个木箱 它们谁能打破木箱 A 咖喱棒 B 弹射轨道炮 C 梦幻 D 都打不到 请看完整视频 首先登场的是咖喱棒 第二个登场的是弹射轨道炮 第三个登场的是梦幻 正确答案选择D 它们都打不破木箱 第三题 判断题 由粉丝提出问题 工程师二技能召唤的机甲 和机甲台的机甲一样 如果没有机甲 则默认圆形机甲 小伙伴们认同这个说法吗 A 认同 B 不认同 请看完整视频 第一次实验成功 第二次实验成功 正确答案选择A 小伙伴们都答对了吗 第四题 常识题 有粉丝说 因为国王的心腔 来源于国王的心衣 它本质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国王的心腔 掉到地上会消失 这是不是真的 A 是真的 B 是假的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 这是真的 国王的心腔 掉到地上会消失 第五题 课外题 有粉丝提出问题 当你不关冰箱 和骑士对话 骑士会新增加一句话 总有人不关冰箱 请问想触发这句话 一定不能关冰箱吗 A 是的 不能关冰箱 B 不是 关冰箱也能触发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 关冰箱也能触发这句话 现在我们标准没事的